8月29号下午 正在南京随希腊队积极备战篮球世界杯的字母哥 杨尼斯·阿德托昆博 在训练之余来到了南京人民中学的篮球场上 给34位学生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作为新当选的NBA最有价值球员 字母哥同现场的资金 高中生球员们分享了自己的篮球故事 并且与他们一起上了一堂特别的训练课 除了传授自己的招牌动作以外 更是用认真的训练态度 把他对篮球的热爱传递给在场的所有人 我认为了一堂特别的资金 这是字母哥的第二届世界杯 谈到NBA比赛与世界杯有何不同 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这次字母哥的哥哥萨纳西斯 也成为他国家队的队友 出席活动也是形影不离 提起他字母哥满脸幸福 17岁两米一铃的吴超 也感受到了字母哥带来的力量 之前有看到字母哥的经历 然后他的小时候也是很瘦 然后看了他就感觉自己还要再积极 然后就是在各方面还要再努力一些 在最后字母哥还不忘幽默地提醒南京球迷 把希腊队当作是第二组队 我喜欢它 什么意思 文字母呢 什么意思 文字母呢 对 文字母呢 我的语言 我19年了,所以他跟我有6年了 所以它是玩笑的 來吧,支持我們 對我們來說,支持我們 中國是在國際上的球賽 中國是你的第一隊 你的第二隊是Greece的